那年虚云法师四十岁 他从普陀山三步一拜到五台山 那天外面大雪纷飞 走出茅屋 举目望去 满目冰天雪地 雪身影尺 举足无路可行 亦无过往行人 更分不清东南西北 一股寒风吹来 虚云本能地退回茅屋 以为哭作念佛 饱受饥寒 继而血欲大 寒欲渗 负欲姬 虚云熬过一天 至晚 风欲大 顷客之间卷走 茅棚屋顶上的茅草 风和雪肆无忌惮地 长驱直入 虚云硬撑着站起 摇晃了几下 又软瘫下去 他知道自己病了 挣扎着躲在角落 随即就不省人事 三日 四日 五日虚云一只昏迷不醒 到第六天 风停 雪柱 经过风雪的世界 分外宁静 肚子很饿 虚云抓了几把雪冲击 然后又晕厥过去了 第七天 虚云醒过来 然而刚一睁眼 却见一人向他走来 细看时 却是正追杀他的心物和尚 虚云以为此次性命休矣 不料那人走近时 却没有下手 反而蹲下来摸他额头 并自言自语 嗯 还没有死 先救下他再说 虚云定睛细看 原来是个乞丐 但见他头戴一顶破瓜皮帽 身穿破衣烂衫 脸上尽是灰尘脏物 让人认不出他的面目来 这乞丐把毛棚屋推了 拔开一块雪地 在虚云身边升起一堆篝火 虚云得到热气 又鲜活了点 只是还没办法起来 他眨了眨眼 那乞丐咧嘴冲他一笑 道 我就知道你没死 嘿嘿 虚云吃力的 谢谢你 乞丐边往火堆里加柴边问道 喂 你怎么躺在这孤山野外 虚云想说 嘴息动两下 却没有力气发出声 上眼皮往上一搭 又把眼睛闭上了 乞丐自语道 我知道了 你准是在这雪地饿了几天 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我有办法 当即从身边随身携带的破麻袋里 掏摸出一个瓦罐 又抓了几把绿豆放入罐中 再捧一些雪道罐里化水 在篝火旁揮起来 豆子揮烂了 在风雪中很快冷却 乞丐扶起虚云 没有餐具 用手抓了喂他 虚云浑身无力 任由摆弄 乞丐道 和尚是乞丐 我也是乞丐 古人说 和尚尚与皇帝平起平坐 下与乞丐为武 大哥不孝二哥 我手势脏了点 不过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美味虚云一口绿豆 还要虚云在他手掌上舔一遍 最后罐里剩下不多的汤汤水水 他瞪眼望着虚云洋装生气道 你看什么 贪得无厌 我还没得吃呢 说吧 不喂虚云 自己抱起瓦罐 咕噜咕噜 喝个一滴不剩 末了 还不忘身长舌尖 甜甜瓦罐边沿 虚云吃了点东西 人长了三分精神 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道 今天没有局势 我早成了这雪地上的孤魂也鬼了 请问菩萨尊姓大明 乞丐用衣袖开了一下嘴 大言不惭的 尊姓文 大明吉 虚云道 菩萨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 乞丐反问道 何上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 虚云道 我从扬州来 往五台山去 文吉道 我自五台山来 回扬州去 虚云问道 菩萨从五台山来 可知由此往五台山 路经何处 文吉不假思索道 过孟县 淮庆 黄沙岭 新州 太古 太原 戴州 俄口方等 虚云问 大约还有多远 文吉道 不远 虚云问 多少里 文吉道 两千零 虚云笑 还说不远 文吉道 你拜山河求 虚云叹了围气道 哎 罪业太重 必如此 方能安心 到底是何罪业 我不忍 不义 不忠 不孝 于是把心中之事 一一向文吉道明 文吉听了又瞪眼道 就这些 恐怕不止吧 虚云道 大概就这些了 我不信 再好好想想 虚云想了一会 认真道 还有 当年我在带云山修行 有一群好大的猴子 每天早出晚归 能在临海里 掀起一条巨大的 绿色的波浪 到我离开时 数量减少将近一半 文吉感兴趣的 都被你杀了 虚云点头 差不多 我炸了他们的山洞 让他们在外 饱受虎狼侵袭 饱受风刀双剑之虎 你的罪业是够重的 你怎么知道 我还有罪业 文吉干笑几声 猜 嘿嘿 虚云叹了围气 哦 文吉认真起来 只是如今路远天寒 又没有一个半 你三步一败 何时能打 我劝你听我一句话 不用拜乡了 虚云道 誓愿早定 不问远近与年月 文吉道 既然如此 只好作罢 文吉又主一瓦罐 黄米粥 与虚云分了吃 道 雪未化 你朝我来的足迹寻去 此去二十里 有小金山 在二十里是梦县 有四合住 虚云说了满肚子感激话 临走 虚云忍不住拉着文吉的手 道 此一别 不知何日与恩公相见 文吉笑道 有缘人总有有缘日 连这个也不懂 亏你还是佛门中人 虚云道 老菩萨 老菩萨 那好 贫娜用你的话送你 有缘人总有有缘日 贫娜就此别过 文吉道 过孟县 前有福林寺 你去后客小住树日 地上的雪再逐渐融化 雪的表面一层已被阳光一晒 变成淡黄色 这时的路面更加光滑 须云寻文吉忽明忽暗的路际前行 有时摔个嘴狠血 有时摔个仰面八叉 滑行杖拔远 这样连滚带爬败了二十例 到了金山挂丹 住了一宿 次日吃了早饭起香 再往淮庆进发 途中将至洪福寺 国有一老僧在山门口张望 他见虚云一路败来忙 跑出近前江湘灯戒着 问 上座字和败起 虚云道 雪人字朴头败起 至此已两年有余 老僧问 听上座口音 似是江人 虚云道 正是 虚云将身前是略数 老僧老泪纵横 道 我与你身世类似 曾有同参二人 一衡阳 一福州 三人相伴朝山 同住临下三十年 战乱失散 消息断绝 金文上座相应 又是福州古山佛子 恍若借我同参 不绝伤怀 老那德林 今年已八十又无疑 过了今天 不知明天 虚云道 德林师不必难过 如来说法 旨在破除祸障 潜意教化众生 不要执着我相 人相 法相 受相乃至非法相 一相无相 非一一相 非有无相 非非有相 非非一相 非非一相 理一切相 即一切法 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过 德林道 上座正见 自当铭记 毕四元慎丰富 尽遂烧欠 此场大雪 明年定是丰收 上座留在本寺 依老那余见 不如接替老那住持之位 虚云道 不可 万万不可 德林道 是四小装不下菩萨 虚云道 出家之人 见四即见佛 哪有四小四大之分 德林拜道 请上座接受老那不请之请 若上座接受毕四住持一职 洪福四有洪福意 虚云荒地扶起德林 认真的 如是 我这就走 不敢再待半个时辰 德林无奈道 也罢 老那不再勉强上座 上座与老那皆为相人 年关已尽 上座如不咸 就留于毕四过年吧 正月初一 德林仍不放弃劝说 无论怎样 也挽留不住虚云 初二日 虚云起拜乡 德林手挽住虚云的手 一如自己的亲人远行 心如刀割 泪眼婆娑 语不成声 虚云拜下哽咽的 德林师 珍重法体 德林也跪下去 一老一少手拉着手 留泪眼观留泪眼 忍不住抱头痛哭 德林夜以巴士有五 执意要送虚云 他替虚云背起背包 他的徒弟见了要代替师父 德林不肯 一路至上又反复叮咛 虚云过亦不去 道 宋君千里 终有一别 一念相应 一念吉佛 法玉经说度和舍法 传法原为过度之用 忌度则舍法 一切法皆不可直取 何况你我 万事万物皆远所生 皆远所莫 德林师 倘你执意再送 我便利于此 不再迈步 德林道 佛法如大海 流入上座心 彼岸在前 我就在此看着你往前走吧 德林走了几步又回转 从怀里取出一间地给德林 昨晚后学做的是一首 算是一个纪念吧 德林接了 认真细看 手捧一半心 敬奉法中王 心灰洒福地 日日是清凉 闲话少叙 却说虚云一路前行 初三日夜 入淮庆城 打听到城内有小南海寺 寻到寺庙 拜见知赫师 请求挂单留宿 知赫师是个势利眼 见虚云一身破衣烂衫 就说寺中人满为患 不再收留鼠外来僧 虚云无奈 只好出城外露宿路边 初四 虚云一早仍往前拜行 至夜幕降临 浑身发冷 至是有病了 何以躺在路边 寒风凛冽 有路人见了 以为他是饿了 给了二个烤红薯 虚云吃了 不想又拉起利器 只能勉强拜行 十三日到黄沙岭 见山顶有一座小庙 欲入内 虚云拜入内 但见小庙破烂不堪 摇摇欲坠 一看便知住不了人 此时 他已经全无力气走路 就在庙里再写下来 度饿 想着先吃点干粮 尚未动围 肚子又闹腾起来 从外面回来 为坐稳 又要去拉 如此反复多次 苦不堪言 有时在外面蹲上半天 只能拉出一点点气泡 如此反复折腾 到最后 虚云实在坚持不住了 蜷缩在地 口里念着文殊菩萨的圣号 昏睡过去 冥冥中 虚云似有知觉 仿佛自己正置身在某一个世界 享受着温爱 他把眼睁开一条缝 见有火光跳跃 他怀疑已堕入恶鬼道 见到的是鬼火 一时间 是生是死 他自己也糊涂了 萌萌中他看到有人 正往火堆里添柴 定睛一看 这人竟是文吉 见他醒来 文吉冲他一笑 醒了 虚云道 又是你救我 你怎么在这里 文吉用棍子扒了一下火 淡淡地说 板丸是回转了 虚云露出惊诧之色 扬州离这里有多远 你才去了几日就回来了 你会飞是吧 文吉道 我不会飞 已去两月有余 虚云愕然 如此说来 自己竟在此处 骑马昏睡了一个多月 虚云不敢说出真相 怕文吉不信 心下想 这么长时间的 昏迷不醒 竟没死 若非菩萨保佑 真是奇迹 随后又问道 老菩萨在此守候我几时了 有几天了 虚云挣扎着 欲起身拜谢 不想浑身 没有一丝气力 这一动还加重了病痛 下意识地叫唤一声 哎哟 文吉见虚云呻吟 急忙转身 像变戏法似的 从一角落里 捧出一大碗 还冒着热气的药汤 并不是调皮地 冲他几枚弄眼 荒山野地的 没啥好吃的 弄了些马尿浆就浆就 说着便进前卫的 虚云喝了一大碗药汤 差是身心清静 力气倍增 双手紧抓文吉的绑子道 谢谢你又救我一命 谢我 为什么要谢我 不谢你我去谢谁 不是你 我这次必死无疑 文吉道 你要谢就该谢菩萨 我从扬州拜师回来 只是碰巧路过 并非专来救你 若不是菩萨有意安排 能有这样巧的事吗 阿弥陀佛 言之有理 那你现在又要去哪里 文吉道 回五台山 虚云感慨道 两次命危 都巧遇老菩萨 虚云三生有幸 如此大恩 不知该如何报答 文吉道 不用报答 如此巧合 如不是你的福报 必是我前生欠你 虚云又叹道 可惜我有病缠身 又是拜行 不能随同老菩萨 前往五台山 文吉道 看你从前年拜到今年 快三年了 还在这个山嘎拉里 要哪年哪日才到的五台 你听我一句话 不必三步一拜 朝礼一世一样 再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有人时就拜 没人时走路 嘿嘿 虚云气道 老菩萨 虚云生不见母 母为生我而死 父仅我一子 我背负而逃 父忧郁而亡 数十年我耿耿于心 既然发愿 至死不敢违愿 我三步一拜 只求感动菩萨 待我父母受苦 愿我父母早去极乐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文吉思存 道 你孝心坚固 世间难得 如今你有病在身 我愿带你背负行李 伴你远行 虚云道 若此何以感激 唐我拜到五台 愿以此功德 一半回向父母去极乐 一半奉献老菩萨消灾严寿 以愁救劳之等 文吉道 你是孝司 我是顺便 和言表谢之意 再不要说这层意思的话 虚云身体虚弱 文吉劝他在这破庙里 休息三 四日 正可谓砍柴不误魔刀工 虚云同意 这几日 文吉端茶喂饭 熬药煎汤 照顾慎舟 虚云感到无限温暖 病体康复神速 待了数日 虚云自觉已完全康复 遂再次起乡 这以后有文吉 无微不至的照料 虚云外无物类 内无妄念 心清气爽 体一日强 晨淡之墓 每日可拜行寺 五十里路 三月 二人到太古县 太古县位于 山西省中部 地处晋中盆地 始建于西汉 历史悠久 文化商贸发达 于齐县 平遥 共同成为文明侠儿的 晋商故里 自明朝以后 太古富商巨谷云集 向有汉码头 小北京之称 因之 这地方比别处消息灵通 二人入的城里 有人见一个和尚 三步一拜而来 消息传开 街头两边就排了 长长的队伍观看 文吉见天色不早 急向当地人打听 这附近有哪些寺院 就有人指点 不远处有一座小山 山上有个梨象寺 二人一路寻去 不多一回 果然就看到一座寺院 虚云与文吉入寺 刚迈入课堂 有一位满脸麻子的 知客师出 他先打量一番虚云 又见有一帮人跟了来 就吼叫 有啥好看的 这辈子没见过和尚咋的 那些看热闹的离去 虚云才与知客师见礼 要求在寺里投诉 知客师看着文吉问虚云 他是你什么人 虚云道 非亲非故 途中学人两次命危 亏这位大居士慈悲相救 他可怜学人体弱 故一路相伴 照顾学人 知客师历声赤道 出门行脚 不达食物 这几年此地饥荒 朝什么山 什么大老官 还要人服侍 如想享福 何必出嫁 你见何处四门 有俗人寡单 虚云听起喝泽 道 知客师开示的集市 学人得罪宝山之处 期望知客师大人大量 学人这就告辞 知客师道 岂有此理 我黏你了吗 我这里不许俗人挂单 没说过不让僧人进来 若传出去 还坏了我寺的名声 这个俗汉 谁叫你来 半点规矩也不懂 僧俗不分 虚云知知客师话里有话 扭头为难地望着文吉道 文老菩萨 你看 文吉道 知客师说的没错 哪有僧忍不住寺院 再说 自古僧俗两重天 你不用管我 我下山到客殿住 虚云道 同路君子不拆办 你一定要到客殿等我回来 你安心歇息吧 文吉走了几步 又回过头 死去武台山不远了 明日我可能有事先去 你可自去 虚云道 那我以后如何找你 到了武台山你说找文杰 没有人不知 说吧 风也似地下了山 知客师目送文吉远去 才回过头对虚云说 你自去疗房安歇 我这就安排人去造房生活煮饭 虚云入疗房方坐定 就闻到屋外有一股杀气 他干咳一声道 心悟 你想干什么 不必躲躲闪闪 这里暂时不会有人过来 那马脸和尚急破门而入 手持力刀 站在虚云身后阴森地问道 你如何知道我在这里 虚云道 我不仅知道是你在此处等我 还知道你这一路上跟得辛苦 你本想早日把我劫过 无奈一直没有下手机会 过了黄河 我身边没有人 本来是最好的下手时机 但一场大雪打破了你的计划 在冰天雪地里 白天你无处藏匿 怕我看见 天婉 你耐不住严寒 心无意境 你 你说的没错 好在老天有眼 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虚云道 你要结果我 稀听你便 我只问你 如今即将改朝换代 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的事应无人追究 为何还要追杀我 心无冷笑道 当我是三岁孩童是吧 谁说了改朝换代 人命关天的事 就不计较了 就凭你说这句话 今天我非杀你不可 没准你回头就要报官 虚云全无惧怕之色的 你今日不能杀我 为什么 否则你会有麻烦 心无冷笑 我不懂什么叫有麻烦 只知道不杀你 才会有真正的麻烦 虚云道 不信你 可到门围观看 已经有人到山上来了 你又在装神弄鬼 如果我没当过和尚你这一招 也许还真能管用 心无嘴巴上这样说 但还是有点紧张的退至门围 细听外面动静 见没有异样情况 又回过头来 目露凶光的用刀逼住虚云 现在没有人能够救你 记住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虚云正色道 快把刀藏了吧 晚了 你真的就说不清了 虚云的话音未落 外面果然传来呼叫声 心无 人在吗 我们方丈大和尚来了 心无急忙藏好刀子 紧张地回应 我在 又低声威胁虚云 敢乱说对你不客气 心无正要出门 一位年纪轻轻的方丈大和尚 走了进来 什么事要劳您法驾 方丈打量着虚云 伴上才说 这位就是从南方来的虚云师 虚云道 正是贫呢 方丈大和尚那头变败 文贤见过大法师 虚云急忙还礼 文贤起身看着二位 你们认识 心无慌张的 不 不认识 这位虚云师来四里挂单 虚云道 对 我是来挂单的 不认识这位师父 大和尚 你们忙 我下去给虚云师做饭了 心无向虚云递颜色 文贤道 不必了 虚云法师既然还没吃饭 就到我那边去吃吧 我还有很多修行上的事 要请虚云师傍合呢 心无送了围契 送两位出门 虚云随文贤到了寺外 有侍者从他肩上接了行李 下了山 虚云少不得向文贤打听 不知大法师助悉 何处饱岔 文贤道 不远 原至寺 虚云知道 原至寺在太古范村 距离离项寺 尚有好几里路 说起原至寺来 还有一段来历 当年李世民北上太原经 太古水秀 耳闻贩村是个商业繁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充 故绕到贩村市场 只见街道整齐 商号林立 行人熙熙攘攘 观看之余 又见一群人围着一个老和尚讲经说法 也停下脚步 一直听到老和尚讲完佛法 众人散去 李世民也正要走开 老和尚见到了李世民 最上前 双手合十的 贫那看居士是帝王之貌 体察民情 贫那有缘幸会居士 这是贫那前世的造化 李世民惊奇 便问师父上下如何称呼 宝岔何处 老和尚道 贫那上下不敢 师父赐好真空 小四就在本处雪峰山静元寺 离此多远 四十余里 范村有无寺院 有寺院 很小 李世民紧簇眉头 弱大村镇 岂能无大的寺院 真空道 道有一个 只盖了五间大殿 因耗子巨大 故而停工许久了 贫那愁措多十人无望 一时还不敢奢望 顾讲经说法 求得十方居士恩赐 李世民道 如有机遇拨来些许银两 建个大的寺院 大师可否担此重任 贫那十方求贤 敢担此任 多写恩赐 李世民道 可否看看 停工寺院 请随贫那来 李世民随真空师傅 来到了只有五间大殿的寺院里 望着高高大殿 久久不肯离去 不多久 李世民果然在太原登基了 取年号贞观 他随即拨来银两 雪峰山静元寺的真空师傅 接到御用银两后 立即来范村筹建寺院 建起后 正可谓天时 地利 人和 以二治离二丈 十方同园 也圆了李世民许下的范村建寺院的院 遂取名元智寺 闲话少说 斋后 文贤把虚云引进方丈式的 早闻大明 今日得剑乃三生之幸 从普陀来到此处 有数千里之遥 就是走路 一般人都难做到 何况你是三步一败而来 佩服 佩服 虚云道 惭愧 罪业太重 非得如此 大和尚似二十余岁 又似外省人 何以再次住持 文贤道 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 后座平阳之府时 被奸臣所害 母义气损 我含泪出家 这里官身 多与父至交 接我至此 早想摆脱 今闻大德来此 心甚轻浮 请在闭寺常驻亲近 虚云道 虚云不敢 还得前行 大和尚如何认得 离相寺之客室 你说新武师啊 那个寺庙本是我的 前些日子 他投到我门下 就给了他一份试作 虚云师认为 这个人如何 虚云道 不好说 哦 你们真不认识 不好说 文贤见虚云 不愿意多言 亦不相强 二人又说起 佛法之事 十分相透 虚云本欲早早离开 无奈文贤 强留时日 方才放心 走时 送一物屡费若干 虚云奸刺不受 文贤和尚不舍 陪虚云三步一拜 相送下山 二人这才撒了而别 却说虚云离了元智寺 来到太古县城寻找文贤 问遍个旅店 都没有无结果 他只好放弃 趁着月色 星夜往太元府方向拜计 次日天大热 虚云心急起火 鼻血断断续续 留个没完 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 只可时见虚云流鼻血 以为大病 不予挂单 虚云好说歹说 勉强过一夜 二十一日大清早 尽太元城 城里有极乐寺 只可时同样不予挂单 遂在乌檐下过了一夜 二十二日天微明 虚云专心念佛 出城礼拜 一日 虚云在一部知名的镇上 中午向人讨时 居然起得几个宗子 才知已是端午节 后面跟来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 马车缓行不悦 虚云避开 车上官人下车 问 跪拜的可是虚云大师 虚云见来人有点面熟 一时又想不起 是在哪里见的 隧道 正是 官人道 我是泉州西郊人士 你父亲做了一件大好事 把罪大恶极的于南俯杀了 我们都记得 早知道你要来 故再次打听你多时了 今日终于等到你了 虚云问道 敢问官人尊姓大名 官人道 下官吴泽平 吴南何时家父 虚云道 难怪我说有点面熟 多年前我去你家你 还没长大呢 他是个好人了 身体可还好 前几年过世了 临终他一再嘱咐 要记得你家的大恩 我虽有心 这个机会 我可是等了多年呢 虚云道 于居士如何到的这里 吴泽平道 一言难尽 下官献住 俄口白云寺 你去武台山 必经此处 你的行李 不如我带你先送到吧 说着 不由分说 提了他的行李 往车上扔 扔完跳上车 扬边而去 白云寺在俄口镇 东村和西村的交界地 因之又名东西寺 寺院一山而建 下林缠缠西水 背负威厄群山 娄颂白云 瓦药穹鲁 钟楼香蕉 山鹰回旋 景色十分壮观 初见于河时 已无可考 据传为古代 一位蒙古王爷所见 据说这位王爷 能争善战 娇悍一场 一次得胜后 陆关朝拜五台山 路径此地 恰好日暮山幽 见山上有一寺院 便令兵士上山携席 第二天日上三感 王爷睁开眼 山上哪有寺院 重劫惊骇 王爷似有所悟 虽用所带金银 依照梦中所见 修起这座气势宏伟的白云寺 奇怪的是 王爷也在寺院落成那一天 作画成佛 白云寺的秀眉景色和悠悠禅意 曾迷住了乾隆帝 并留有诗篇作证 雪中撕过情丝反 山色稀生且重巡 却是白云战胜意 无心亦补月无心 五月中旬 虚云拜行到了白云寺 正要打定这附近何处有军营 早有一放哨官兵迎上前来的 来人可是虚云大师 虚云打 贫纳的是 兵道 我们营官已经等你多时 请跟我来 虚云以为这兵要带他去军营 谁知是静止把他往白云寺里带 他心存疙瘩又不便多问 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士兵屁股后面 过大雄宝殿 转到不俗经社 士兵敬礼报告 得允许入 虚云看到 坐在中央太师以上的 正是吴泽平 吴泽平见了虚云 起身和时道 我日日派士兵在外巡逻 如有发现 和尚急待来见我 今日终于等到大师了 请上座 请上座 虚云落座 忐忑不安的 虚云官 对了 你不是要问我何故到的这里 你也知道 我至少爱好使枪弄棍 长大后就从了军 早些年父母再不敢远游 如今都不在了 就来到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 虚云道 我 我是说 于盈关 怎么住在庙里 吴泽平道 大师有所不知 先前这庙为匪所占 我屈后 暂戒住再次 虚云点头 原来如此 吴泽平道 大师远道而来 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 先不急着走 住上一段时间再说 反正舞台就在眼前了 虚云在白云寺小住二 三日不顾吴泽平苦苦相留 执意要走 吴泽平只好问道 大师下一站可是显通寺 虚云道 正是 吴泽平命人抬出礼物 虚云不收 盈关声气力声道 不收也得收 当下派士兵将行礼引物 打马送往前路显通寺 显通寺在五台山内台怀镇北侧 鉴于东汉永平年间 58至75年 原名大副灵救寺 后卫孝文帝再见 明花园寺 唐太宗是重修 明花园寺 明太祖朱元璋重修后 刺额大显通寺 5月20日 虚云拜乡至显通寺 刚到前台 一个出家人迎出 并打招呼 虚云师 你终于来了 我在此等你两年多了 虚云抬头看时 接他的出家人 原来就是三年前 和他一起发愿 朝五台山的悟性 遂道 悟性是 你如何也在这里 悟性道 自从和你分手 我走路来到这里 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 就留下来了 应该说 这也算是缘分吧 虚云道 你走后 快到黄河时 得悟师也先走了 我知道 他来过我这里 知道他去哪了吗 他也留下来了 如今在小五台任之时 要不我通知他过来看你 虚云摇头 不用了 反正也要去朝小五台 原来五台山分为大五台和小五台 大五台分散在五处地方 而小五台就在一座山顶上 普通香客 只需用半天时间拜了小五台 就算上了五台山 不必耗费数天时间 分别去五个地方 拜五尊文书菩萨 五台山有五尊文书菩萨 散落在五个不同的地方 这是天下人供知之事 为何还要令在一个地方 在宿同样的五尊菩萨 此处暗笑不表 留在后面再说 前些天有人送来行李 说是一位从普陀山 三步一拜过来的师父 我就知道是你 悟性慢慢跟在虚云身后问道 虚云师 我正要问你 你来朝拜 要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虚云道 不是我要带这么多行李 是有人硬要塞给我的 于是将自己和吴泽平 遇见的事说了一遍 悟性道 原来如此 看来这善恶有报是个定数 谁也违背不了 虚云师 这五台山的庙宇很多 依我之见 不如以我这里为据点 再一一拜诸位菩萨 虚云道 那不是炒烦你了 你我是什么交警 还说这种见外的话 我们方丈是个很有慈悲心的人 他听了你的事 深为感动 等你拜完了菩萨 我再领你去见他 好吧 你慢慢拜 我去通报方丈 完了你来方丈时 虚云见悟性要走 又问道 打听个人 你认得一个叫文吉的人们 悟性摇头 没听说过这个人 一会问方丈 他准知道 说完转身去了 虚云继续往前拜 四有七处九会殿 是明代万历三十四年时 神宗命庙峰法师用墨砖 砌弃成的华盐道场 四语规模宏大 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 四之历史圣古 虚云拜完了菩萨 就来到方丈市 显通似方丈明三学 他听说虚云要来拜访的 早在此等候 建立后 虚云又向三学打听文集 三学一说不知有此人 虚云道 这就奇怪了 他自称五台山人人使的他 谁知连你都不知道有此人 三学道 老那在此多年 五台多数人没有我不识的 实实在在没有文集这个人 不知虚云是为何要打探的 虚云道 学人在拜乡路上 两次生命垂危 皆是文集相救 他曾说 五台山人人使的他 带我来一问 哪里认识他 人人都不认识他 老和尚合掌道 阿弥陀佛 文集者 文书菩萨也 虚云顿悟 顶礼连连叩谢 谢老法师开始 虚云感叹不已 又与三学说起 在大田县玉险前 梦见田一郡托梦提醒 走火入魔时 在仙霞山玉乔子文集指点 三学道 这就对了 田一郡嗜好文集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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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文书菩萨化身者 虚云师 看来是你的诚意打动菩萨了 两个又谈了许多佛法之事 末了三学又问道 虚云师下一步如何安排 是只拜小五台 还是所有寺庙都要拜 后学远道而来 就是为了拜菩萨 当然是要拜所有的菩萨 先按东南西北中的顺序 拜完五大寺 事后还得上小五台 哦 只是这许多行李 想寄存宝刹 不知方便否 行李可放在这里 银粮等贵重物不可 虚云道 这些银钱就捐给宝刹 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 三学道 老那听悟性说 那是人家谢你的 你还是带在身上为好 说不定还有用得着之处 虚云说 钱物十方来十方去 悉数捐赠 次日辞过三学 就开始按计划 去各寺进香拜佛 五月二十二日起香 两日拜至东台 月朗星辉 近十时上香 在室内朝夕礼颂 缠坐七日 下台拜那罗延库 六月初一日回险通四 初二起香 上华盐岭 过夜 初三拜北台 在中台过夜 初四拜西台 过夜 初五回险通四 德物文训过来看望 与悟性三人叙旧 不胜感慨 初七拜南台 在南台打击 十五日 虚云下南台回险通四 中途 想起还有一座 万寿四位拜 万寿四又名御花池 是五台山 较为古老的寺院之一 寺指在大白塔 西北十余里处 衣衫面水 环境优雅 寺北一百步处 有一单指 故此 寺以御花池为名 此寺的正殿 俗称罗汉殿 相传 此寺原有铁罗汉 四百九十九尊 五百正好缺一 所缺的那个罗汉 到哪里去了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的是 明洪五年间的某一天 御花池老和尚 外出餐穴 行前把弟子叫到跟前说 我要到外地行脚去 你们好好在家 诵经念佛 前夕修行 老和尚怀着一片诚心 一路辛苦 在山西渔县 遇到一个有缘的财主 愿意捐一大堆生铁 于是便请当地将人 在余县住了五百个铁罗汉 由于运送不便 只好用毛驴驼运 驼一个有些轻 驼两个又有些重 老和尚紧锁愁眉 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罗汉 要能自己走就好了 不想 他这话一说出为 五百罗汉 真的就能自己走了 老和尚遂领着五百罗汉 浩浩荡荡回五台山玉池 途中有一个罗汉调队 当他走到柳苑乡四沟村 已是夕阳西下时分 见一个漂亮女子在井边换衣 就动了烦心 他走过去搭讪道 敢问大嫂 这里距五台山玉花植 还有多远 六十里 妇女回答 大嫂 今天天色已晚 我不便赶路 想在你家里借个宿 行个方便吧 我家里没有地方 你就在这井边上过夜吧 妇女说 罗汉几乎道 井边上怎能过夜 你是铁打的怕什么 这位罗汉一听帖字 犯了机会 立即下了原刑 将坐在井边上 不能动了 原来这位妇女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这里把关 不许心怀不端的罗汉 去御花池 后来人们把井垫平 御花池的五百罗汉 因此少了一个 却说 虚云拜了御花池 不敢耽搁 即刻赶路 但还是晚了 到清凉届时 一尽傍晚 路上已少见行人 走了好远一段路 才遇到一队巡察官兵 为首者他认的 正是吴泽平的部下 那官兵也认出了他 翻身下马道 这位不就是虚云大师吗 虚云道 正是 官兵道 天晚了 你还是随我们一路走吧 谢谢好意 你们先走吧 不用管我 官兵不再相抢 叮嘱道 这清凉界 自古以来就不是个干净地方 虚云大师小心为妙 虚云泄了 仍一路跪拜 目送官兵远去 那位官兵说的没错 清凉界确实不是干净之地 有诗云 迷离清凉生地狱 务实地狱化清凉 古时 此处强盗甚多 官府规定 过往客人 必在山下凑齐 五百余众鸣鸣驰蟹 才敢通行 官兵几次捕获 几次有去无回 再没有人提半个不字 有一个和尚 号男犬 升得又高又大 两眼里放出的光 像闪电一样逼着 一看就知道 是个武功高强的人 他带一帮僧众 在山上搭了几间毛棚住下来 有好心人劝他 不要在山上住 他答 易处不住 住处不宜 某天他下山回来 茅草屋全给掀倒了 有三 四个受伤躲起来的僧人 看见男犬回来 从草丛里钻出 想他哭诉 最后一起劝他赶快离开 男犬仰天长笑的 死生有命 强盗是些什么狗东西 自古只有怕死的强盗 没有怕死的和尚 画刚落音 一群埋伏在四周草丛中的强盗 手持大刀 长云南海一声 团团围住男犬 男犬手无寸铁 一掌催破身边的水缸 抓两把碎水缸片 一个旋转 碎水缸片撒开 几乎同时插入强盗咽喉 有五 六个人当场死去 这时强盗头子喊道 凭他一个人 我们今天吃 也要把他吃完 说着举枪当凶刺来 男犬身意外让过 手抓着长枪 正欲脚枪 十数杆枪同时刺到 男犬长笑一声 纵身一跃 窜起人把高 落地时 左鞋还是中了一枪 他从强盗手中夺过枪 飞起一脚 把刺他的强盗 踹飞一丈多远 强盗害退 他低头一看 长载都出来了 他刺一片衣服住 挺强的 骇人之辈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说着 反手为攻 追赶盗贼 惠龙拳官正兵统 与男犬平素 关系蛮好 听说男犬 与强盗交上了手 不说二话当即赶来 这时 山上竟无声息 看不到一个强盗 也看不到一个出家人 只有山茅草 在风中轻轻摇摆 正兵统吩咐手下人 四处寻觅男犬 哪里找得着 第二天早上 在深山沟里 看到一个血人 正兵统走迹细看 竟是男犬 正兵统大哭 奈何天丧此英雄也 用手探胸 竟还有一脉气息 袭击到 没死 血迷心翘儿 旋即掰开他的牙齿 往内灌水 凉酒 男犬嘴唇吸动 正兵统令人抬回去 调治五日方式康复 从此 男犬得莽会守名头 强盗们听了 各个心惊 天天哪壶不开拎哪壶 天下就有这妖巧的事 虚云正想着时 林子里冲出一条汉子 挡住去路 为称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若要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 虚云停下 见此处在深山之中 前不着村 后不八点 与之后事 下回又分解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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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